在于步法移动 在完成侧身弓或拉后 右脚蹬地还原 向正手位移动时 身体重心又移 右脚支撑 膝关节的弯曲约150度左右 左脚在右脚前做交叉步 扑向正手位基球 基球后两腿撑地 身体重心稍下降 缓冲右扑的惯性 使身体保持在近台附近 以便再回反手基球 孔立辉马文格在铺右后 判断来球在反手位时 会以交叉步移位到反手位 攻球拉冲 回反手的步伐 也可采用跳步移位 下面请看马文格的 反手波侧身弓 铺正手回反手弓技术 反手提升 在实战中 孔令辉采用快波压对方反手或中间 刺激攻打对方正手 马文革在攻对方反手后进行侧身搏杀 他的侧身果断充分 为他的侧身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往往可以一板解决战斗 同时也保护了正手位 因为这使对方只有被动招架 没有机会主动变现到正手位 在实战中 搓中正手拉 孔令辉在对搓中对方便他正手位时 他采用正手拉回击 搓中正手拉回击 搓中正手拉回击 从上面看 孔令辉搓球后快速跨步到正手位抢了 搓中正手拉回击 搓中 搓中侧身拉 孔令辉在反手位的对搓中迅速侧身一位 用正手抢拉 搓中正手拉回击 搓中正手拉回击 用跳步一位 搓中侧身抢拉的结合技术 搓中侧身抢拉的结合技术 搓中您的搓中 这种侧身抢拉得分的战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